我們看這一題 他問說,這個不等四組構成的面積為何 我們現在來看 首先,第一個不等四 直線就是x等於四 這四 然後它是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一,所以是這個區域 這個是x小於等於四 再來呢,y 它是大於等於一 y大於等於一 這是一 然後呢,是十線 大於等於一 就這個 也就是說 這裡 算是這裡 共同的部分 再來的話呢,這一條直線 這個怎麼怪怪的 它x-y加1 大於等於零 我這裡寫錯 大於等於零 所以這一條直線 我把那個1 移過來 負1的話 除過去 所以結局的話 是多少呢 是這個 那個 負1 這裡是4 那這裡的話 這裡的話呢 多少 這是1 這是1 那這個 x截區是 a截區是 負1 而y截區又要是1 所以是這個 然後呢,它是大於等於零 那我x截 無窮大 所以在這邊 所以的話 是 這一條直線 這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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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這個三角形 那這個三角形 面積多少 那我們就看啊 這一點是多少 這一點 這一點 它x座標是4 y座標是1 y座標是1 這一點的話 你就把這一條直線 x座標帶4 x座標帶4 4-y 加1等於零 好 y的話等於5 所以 這個的話 x座標是4 y座標是5 那這一點的話 x座標是0 Ry座標是1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面積等於多少 就是這個底 底的話是0到4 所以它的底是4 底層高 高的話也是多少 也是4 因為這45度 所以這是一個等要三角形 這也是4 這如果是4的話 這也是4 4乘4 它除以2 所以是8 所以面積等於8 然後再加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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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